男人和女人两大力量 一个是阳刚 一个是阴柔 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人强 一个人弱 如果一方强 一定要接受另外一方的弱 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模范家庭 非常厉害 倒反了 老婆事业有成在新加坡 很会赚钱 老公做一个顾家的男人 他是我见过刷新我的那种观念的 两夫妻都是非常的和睦 女人在外面充斥事业 男人顾家 把整个家庭顾到很好 而且老公特别会煮菜 我觉得太特别了 但是他这样的相处方式 我觉得非常棒 一个很强 一个很弱 不是说另外一方他真的弱 只是他在家庭里面示弱 有时候也不要以为 你的老婆不会赚钱 他只是为了这个家庭 他暂时不去外面赚钱 但是他要强起来的话 他也特别强 现在的女人 没有说什么谁弱不弱的 只是说他为了你 他照顾这个家庭而已 要是他真的能够站出来 他也不会做到哪些 他也不会输你 他也不用什么辛苦的 他来WCI学家如何打卡 他都赚钱多过你 说不定每个月50千 你做到半条命还讲 你都没有去WCI 我去 赚得比你多 为什么 因为赚钱的方式不一样了 以前很难说 怎么一台手机 可以做全世界 现在一台手机 加一杯咖啡 然后加一个WI-FI 就可以做全世界了 唯一能看到使用财商创业成功 讲述自己经历的老板 那么用财商创业成功 然后我们来 我们来说